到期先發投手Bobby Miller 在商譽歸隊之後 表現始終不理想 今天一局下半 一上來 先是四壞球保送 以及促身球 然後被安打 搞成了無人出局 蠻壘 接下來面對Rendon 被敲出了中間方向 穿越安打 打進2分打點 天使2比0 領先到期 緊跟著上來的Monique 再補上右外野方向 3分打點 全雷打 Miller最為人詬病的 就是非常會被打全雷打 過去丟掉的10分 有9分是全雷打造成的 果然這場比賽 也沒有幸免於難 在2局下半 輪到菜鳥 Kavadas 羊春跑 然後是5局下半 Teller War Back to Back 連續兩站開轟 也是一發 羊春全雷打 Teller這場比賽 4個打樹 3隻安打 猛打賞 Miller主投5局 雖然送出了8次三陣 但是被貓了3發全雷打 丟掉7分 都是自責分 大谷在前一站 敲出3壘安打 幫助球隊追平比數 這場比賽 打擊是遭到了壓制 面對這一顆偏低的滑球 大谷出棒 揮棒落空 遭到3陣 大谷今天4隻0 沒有上壘的機會 道奇整場比賽 只有6隻零星安打 直到7局上半 才靠著替補上場的Pahes 打出了左邊方向 穿越安打 打進整場比賽 唯一的一分 最終天使10比1 大勝道奇 在公路大戰當中 搬成一勝一敗 平手的前面 打打打打 100 打打打打打 Write ��